走路走到一半遇到一个阶梯高低差 遇到路主 遇到人家家里的车库 遇到各式各样奇怪的 你根本没办法走路 要走到大马路来 大马路你又遇到电线杆 然后呢 我们同心路工程 你又不愿意把行人 最基本的我们公共工程 应该把行人的空间弄出来 也没有 这个已经几十年了都这样啊 人家说行人地狱 你来看看我们戏子康宁街 行人地狱是长什么样子 在这次的议会总咨询中 新北市议员张景豪指批 康宁街就是行人地狱 照片中道路两侧 旗楼遭到占用 还有违规停车 阻碍好多 汐止区康宁街是社后地区的 主要连外道路 周边居住人口相当多 不过因为沿途 旗楼占用严重 行人通行 环境不友善 只见在中心路到同心路这一段 靠近中心路的旗楼被占用封死 行人只能弯出来走马路 但是又遇到一整排的电线杆 尤其上班时间行人与车针道 几乎无路可走 这边空间不好 不用不好 很挤 因为会遇到像旗楼 它有一些是商家摆出来卖东西 或是一些机车 或是像电动自行车 停在那个旗楼上 所以相显的行人走在康宁街上 真的是蛮辛苦而且危险 警察我在议会质询说 希望可以找康宁街这个行人的空间 还有旗楼的空间 让出来 一整条的康宁街过了湖前街往东湖 因为沿线道路狭窄 根本没有办法设置人行道 只是旗楼也好多的障碍物 议员张景豪也要求市政府能够出面协调 还有配合同心路贯穿工程 康宁街周边电感下地 行人空间也要规划出来 那要由市政府去发动 那要由市政府去发动跟这些商家们去请他们退缩 把一些空间让出来让行人要走 那这个部分呢 同心路未来他会这个把一个电感附近 会把它做一个下地 那未来第一个阶段是电感下地以外 第二阶段我们会把这旗楼的空间 尽量由市政府去发动 能够让这些商家店家们能够配合 这样让这个空间清出来 同心路周边的这几个电感 我们已经也有利用我们未来的这个路幅的里头 我们就把它收融进去 这个已经有放进来设计 然后第二个呢 当然因为这里也有的是有旗楼 有的是有小小的一个人行的通道 那我们这个部分我们择无旁贷 因为我们的人行环境就是我们养工处 这边来做相关的改善 那我们会把它放进来 平常时间行人也不少 不过许多路段没有办法走旗楼 只见不止行人 就连推轮椅娃娃车 也只能像这样走在大马路上 议员张景豪就希望排除障碍 打造友善的行人通行空间 接程惠林细致采访报道